现在眼的眼卫肌大体上 它的空间感或者是立体关系 大家都搞清楚 那么我们就下一步要知道 各个肌肉收缩 能使它产生什么样的运动呢 我们看 如果这是一个黑眼球 这是一个眼球从前方看的 脚膜 瞳孔 红膜 首先看上直肌 收缩的时候 黑眼球能向哪个方向运动呢 这个判断一下 这个还是用左眼 我们还是用左眼 来演示 上直肌收缩 能使黑眼球 向内上 内上 下直肌要收缩呢 黑眼球 黑眼球 向内下 这是下直肌 所说 我们得看 我们得看内直肌收缩 就是黑眼球向内 这是内直 外直肌收缩 黑眼球向外 看上斜肌 上斜肌要收缩的话 黑眼球向下 下外 这是上斜肌 下斜肌收缩 黑眼球向外上 这是下斜肌 下斜肌收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